主料,包菜300克,花生150克,主料,食用油,蒜片,姜丝,鸡精,盐,花椒油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包菜切细丝,锅中放少许油,凉油入花生,小火慢炸,炸至黄蒜时,牢处利用备用,拎起锅,油热放蒜片,葱丝爆香,加入包菜翻炒,当包菜变软,汤汁收集时放入花生, 加入鸡精,盐,花椒油,调味出锅,烹饭技巧,因为包菜本身很干,没有太多的水分,所以炒到最后,也没有伸出汤汁来,反倒在翻炒途中,还点了血量的水,所以,加入的花生,您不必担心,它会很快变皮而不脆,尝尝吧,满口的香,满口的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